在世界的东方 在太平洋的西岸 在点亮人类文明的北纬三十度线 交汇出面朝辽阔大海 背靠广袤大陆 汇翠文明芳华的神秀之境 浙江泰州天泰山 中岭玉秀的自然风貌 鼓荡出土纳山海的壮美气象 汗育出中华文化最为动人的河眉光华 这里留下了皇帝寻到 以利众生的美丽传说 传送着柔软玉仙 天地和美的动人故事 祭奠出人文化成的底蕴 孕育出天人相亲的情怀 这里南朝大如故事 南朝大如故欢 荣惠如道学说 演绎何而不同的经意 沉随之陈随之陈 智者大师 荣惠难以被禅 开创出中国汉化佛教第一宗 天台宗 演绎何时生物的静妙 出唐司马成真 圆融各家学说 开出上青派南岳天台戏 演绎道运和和的金月 北宋张伯段 愿如是入道 开出道教金丹派南宗 演绎三教何和的精彩 天台山 这栋宗堂登堂诗之路 主要目的地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下 龙楼凤鹜不肯住 沸腾植于天台去的 绝美家具 寒山河石德 戚具天台山 心河神剧 共同成就的觉悟身影 净历史时空的光影晕染 成为佛家信奉的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成为众口传颂的和和二宪 并于雍正十一年 被赤封为和和二圣 历经融合演变 化身吉祥和美 可爱欢喜的形象 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同时以诗为美传向海外 寄托着人们共同的美好祈愿与祝福 和和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制 也以此为标志 深化着和和善智 万善同归的和和智慧与德行 天台山 是中华和和文化的主要生发地 天台山 更是世界和美智慧的重要辐射源 这种贵和善中 善解能容 厚德在物 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 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和和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智慧光芒 注定会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中 照见未来的共识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共 聚天台 和而不同 和中共济 论和和 每每与共 命运一体 和和文化全球论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